来关注俄乌局势 俄罗斯方面2号晚表示 俄方军队已控制巴赫木特 整个中央区和当地政府大楼 乌克兰方面回应称 巴赫木特战况激烈 但仍有乌军控制 俄罗斯国防部3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在库皮扬斯克 红利曼 顿涅茨克等多个方向发动进攻 消灭部分乌军士兵 并击毁多种乌军装备 俄防空部队拦截10枚火箭弹 击落7架无人机 2号晚 俄罗斯方面表示 俄方军队已控制巴赫木特 整个中央区和当地政府大楼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巴赫木特的战事仍处于激烈的状态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伊尔马克3号称 巴赫木特仍在乌军控制下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3号发布战报称 俄军继续对巴赫木特采取攻势 并试图完全控制巴赫木特 乌克兰军队则在巴赫木特 击退了俄军数十次攻击 乌克兰空军 导弹和炮兵部队 过去24小时内 打击俄方人力装备集中区 指挥所和防空系统阵地等目标